咱们走 长生 郡主 坐下 你在家休息吧 我去解决 你 你信我吗 我并非不信你 只是 此事牵连过大 我 你可是想出了解决办法 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我知道 不说这个所以然来 你定是不能安心 燕国在浮渝的下游 一般走陆路 需要三天时间 那如果走水路呢 这点我总会不知 只是平素 担心盐遇水则化 恐出意外 就算如今肯冒险 但水已经结冰了 我派人问过了 冰块结石 根本无法遭冰开路 如何行传 等等 郡主可是想到什么了 冰块结石 咱们可以步行传 滑过去 对 我计算过坡度和风向 只需要在沿车下装上冰刀 上面再挂上风帆 不消两日 便可抵达燕国 爷啊 你真是太聪明了 谢谢你 从今以后 我一定相信你 锦衍 准备一下 咱们走 长生 郡主 别动 躺着 你这忙得一夜没睡 赶紧休息吧 好吧 锦衍 记住刚才使臣大人说的法子了吗 郡主放心 一次不辣 我要有勇有谋跟你一起去 一起坐出风帆冰车 帮赵将军运营 是 我 别说话 躺着 对了 得派人去通知广德 现在已经无事了 让广德公主掌掌记忆 担心便可 这样 不好吧 睡觉 对了 大人 您交代的事情 都已经办妥了 你怎么了 我 没事 累着了 别拦着 说 我想不明白 大人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抓住也就算了 怎么还帮浮渝那边出主意啊 有谋 你怎么看 大人心思缜密 其实我等能乱猜的 你真的这么想 当然 大人 就算您罚我 我也要说 您是不是喜欢上 那个长生郡主了 有有 女色无事啊 大人 我问你们 如果这次运营出了问题 浮渝真的成为我们的隶属 我们与诸国的邦交贸易 是不是需要重新疏离 这 大人您真这么想 你 圣旨卫下之前 进处还是自由神 想来能拯救我的 只有这老天爷了 若是他肯替我改命 或许我还有希望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有很多事情 是糊里糊涂的 纵使身处皇家 但在嫁人之间 易如反掌的事情上 却几经磨难 所以啊 还是糊涂喜好 易安 你会帮我的对吧 你干什么 易安好剑法 怎么穿着丹衣就出来了 睡了一觉 有些闷的话 出外走走 别着凉了 不用了 我身体好得很 你看 着凉了吧 好了 好了 易安 今天谢谢你 道谢的话就不必再说了 不知道赵将军那边 是否顺便是否顺利 应该快到了吧 我已经派谨言慎行 通知广德了 他应该也放心了吧 你能不能别总想着别人啊 也为自己想想 为自己 对啊 我不想去和亲 你能答应吗 能不能说点实际的 那就想想 如何在此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吧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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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通知广德公主了 她要我多谢你呢 难得她会跟我道谢 大人 见过郡主 郡主 游泳这是怎么了 没事 刚刚说了她几十人 那我脾气呢 对了 我想到了 我想出去逛逛 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好好招待过你们 今晚我做冬 我们出去逛逛吧 你刚刚着凉了 回屋歇着吧 我都歇了一天了 睡不着 今天你们帮了我 这么大的忙 我该谢谢你们的 那 走吧 简人身行 游泳有毛 一起吧 好嘞 郡主 我们回去加件衣服吧 好